我們現在進行的是動演看熱鬧的單元 這是我們的主筆美艷動人的動演集集 哈囉 大家好 范姊 范姊 明天5月24號以後 在台灣的同住們就可以合法登記結婚囉 好棒喔 不過你不是今年要結婚嗎 該訂的東西趕快訂一訂 要不然這一波結婚潮下來 你要搶播頭啦 不會啦 我自己都還覺得說 我現在去訂奇餅訂得太早了 因為5月17號的時候法案剛通過 郭元毅他就在臉書貼出一篇貼文 表示說未來他們會調整這個 喜餅的訂單跟喜卡的格式 去照顧到所有多元的新人 那我就想說 其實我應該等這一波 同志友好名單都出來以後 我再來好好的挑選 我真的是 訂太早啊 殘念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 喜餅出得去啊 同志進得來 台灣發卡牌 對啊 而且我真的是到這次準備婚禮才知道 原來 辦一場婚禮要花錢真的不少耶 你要 訂飯店要錢 喜餅要錢 婚紗每件都上萬塊 然後還有婚禮小物 婚協婚社 婚露 婚禮主持一大堆耶 根據我們台灣經濟部的研究 每對新人平均會花 4.5萬元結婚 我還覺得是低估了耶 哎呦 我結婚的時候就很簡單 沒有像你們這麼搞剛啦 你們這個年輕人就是發養一大堆 這位太太 你這個一生一世的婚禮 當然要好好辦 你不要烏鴉唇 而且我們這個是在 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促進國內經濟活絡好嗎 這個婚姻平權啊 帶動台灣婚禮市場 財源滾滾來 因為到目前2018年底啊 全台灣一共有 3951對同性伴侶完成伴侶助記 就算這些完成伴侶助記的同性伴侶 他們只有一半真的去結婚 但依然有將近 15億的熱錢耶 沒有錯 這就是Pink Money的魅力 Pink Money在台灣又稱作 彩虹經濟 同志經濟 或是粉紅經濟 那麼指的呢 就是因應LGBT族群需求 而剩的這些周邊商機 而且不是只有賺同志的錢哦 像你這種同志友善的 也算在內哦 真的 大家不要小看同志族群哦 根據LGBT Capital 2015年的調查 全球同志族群每年的消費率大概是 3.7兆美元哦 相當於那一年德國的GDP啊 同志社群呢 也被認為是全球第四大的經濟體 他們的收入相對比較高 消費率也高於平均哦 對啊 這種賺得又多 又肯花錢的人 是商人最喜歡的了 對啊 台灣的房屋智庫 2015年的調查也顯示說 有6成2的人購屋是因為結婚 不知道台灣的這個房市 會不會因為這股彩虹經濟獲益呢 我是覺得蠻有可能的啦 因為其實哦 這個台灣的彩虹經濟哦 從這個同志大遊行 就可以看到冰山一角了 去年哦 我有去哦這個遊行 那當時呢 總共有14萬人一起上街參與 那麼其中有一成是來自海外的朋友 那光是這一天哦 這個同志大遊行就帶來的這個商機 至少就破億了 嗯 除了這個同志社群的市場不可小觸之外 經濟學家也表示哦 同性婚姻同時可以提高 生產力 勞動流動性 減少工作場所因為其次所在的壓力 也就是說 人們在職場上的表現 會變得更好哦 這個其實蠻合理的哦 比如說呢 我現在每天上班都要遮遮掩掩隱藏 那工作狀況一定不會好的嘛 那有一份這個國際市場這個同志權益研究呢 就顯示哦 隱藏性相會影響到同志的職雅野心跟創新的能力 有27%的同志員工會因為沒有出櫃或為了隱藏自己的性相而選擇 不去分享哦自己的意見或發表看法哦 嗯 其實人才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發揮也是公司的一大損失嘛 所以 性別友善的職場環境真的很重要 那瑞士信貸銀行2016年的研究 取樣了支持LGBT政策的270家公司 哎 結果發現這LGBT友善的公司業績啊 平均比摩根史塔利資本國際全球指數整整高出3個百分點 證明說企業對同志友善 公司的營收表現真的是會比較好哦 而且呢 根據萬保華2018年全球人才短缺調查中來顯示的哦 這個78%的台灣雇主正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 高區全球第三耶 那投名狀呢 是說要這個 搶錢搶娘搶娘們兒 那我們現在是搶錢搶娘搶人才 真的要搶人才的公司 趕快讓就業環境變得更同志友善吧 人才創新中心指出 有高達72%的跨國市場非同志員工表示 比較希望待在對同志員工友善的企業哦 不過大家也不用高興太早哦 雖然這個同婚合法化啊 但並不代表這個世界上歧視就會突然消失了 也不代表原來呢 那些反對的人也會突然認同這個同志的人權 嗯 真的 這些事情都是必須要慢慢來的啦 畢竟這可能是會牽涉到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或是無法撼動的信仰 其實在美國就曾經有兩個案子 是因為這個蛋糕師傅 因為宗教原因的關係呢 拒絕為同性戀伴侶製作結婚蛋糕而被告 那最後這個案子呢都上到了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呢後來判定 是這個蛋糕師傅哦 製作這個結婚蛋糕等於讓他參與了他所反對 宗教儀式 所以判定了呢 是同志伴侶敗訴了 嗯 不過根據路透社的民調啊 有72%的美國人認為啊 商家不應該因為自身的宗教信仰 與消費者的性侵向有衝突 就去拒絕提供服務啊 因為53%的美國人反對 提供婚禮相關服務的公司 拒絕為同志服務哦 恭喜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對於同婚發大財你有什麼看法呢 在消費市場上遇到同志友善 或不認同同志的狀況 你又會怎麼樣處理跟看待呢 非常歡迎你們上網來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我們馬上回來